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8月18日 星期三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這麼快已經是星期三 我們 其實 上個星期開始 有網民 向我們的記者報料 我其實 記者方面 做了一段很長的訪問 足足有40多分鐘 稍後我們就會把這個訪問的內容 做成文字紀錄 放在Facebook 或者盡量把它濃縮 內容其實主要是說鄧懷心 元朗721的恐怖襲擊 以及 整個來龍去脈 再加上他 對於現時的評論 當然 主角集中 圍繞著 白衣人 鄧懷心 所以 這節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有721的起源 因為 爆料人 其實很清楚說到 鄧懷心 你判了7年 其實 你早就知道這件事 很明顯就是 這件事是 中共吹雞 上頭 其實早在陳二一之前兩星期就已經吹大雞 就叫當地的各個黑社會的 大老輩 所有的話事人 全部就已經被 中聯辦叫他 做事了 我們也在網上找到資料 應對發 差不多事件 所以這一節就想跟大家說一下721 當時的中聯辦事前的功夫 而且 現在那個 叫他們做事的那個 雖然好像 何君堯 好像是一個召集人 但是他其實 只是一個 其中一個 的小頭目 當時還有很多人 看到 中共吹雞 等於大佬吹雞 因為中共是黑社會大佬 其他的 每個人都跟著 我響應 其實這個情況 就好像保險公司跑數 那個話事人出來 這個月我們要跑多少錢 逐個報數 你要報多少 50萬 你呢 100萬 你要200萬 其實這個情況 是很相似的 我們這一節 其實就是把他 部分的內容再加入我們的 蛛絲馬跡 在網上找到的 當時的資料會議給大家看 今天說支持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 share 統計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的Facebook專頁也是一樣 希望大家繼續 like和share 多點留言 中聯辦 中聯辦在7.21之前 兩個禮拜 即是大約7月 7日左右 剛剛數了兩個禮拜 就是7月7日 但是 應該的時間就是 兩個禮拜左右 其實中聯辦的工作組 即是新界區的大佬 已經 在那個 即是 當地 急 call 大佬 全部 做事 你們 準備要搞一場 這個 大龍鳳 要對付 搞事份子 即是黑衣人 當然要對付黑衣人 他們穿黑衣 他們穿白衣 而吹雞的過程 當然 最積極的 就是和聲和和 14K 另外還有兩個就是新意安和水防 他們相對於出的人沒有那麼多 14K和和聲和 可以說是 這件事的參與程度比較高 而我們也是找到 他們 早兩天做了特輯 關於鄧懷森 他本身也是14K 其實 報料人 覺得鄧懷森 你們也是 其中一個 小頭目 因為他在事件中 很明顯是一個指揮的角色 因為被人拍到他的 那個角色 在現場 很明顯是一個指揮官 以警察的角度 他就是一個指揮官 分區指揮官 所以他判到最重的7年 這是很正常的 我們看到 事後在 7月11日 即是他們 中聯辦吹了雞之後 他們的工作組 中聯辦的新界工作組 的主任叫李繼兒 李繼兒 就是 在元朗18鄉鄉市委員會就職典在上面支持 李繼兒 當時的講話內容就談及 要保家衛國 保衛家園 就說 我們自己的地點 我們自己一定有信心去守 我相信這幾個月也可以讓大家做足春分 準備 也不會讓他們來到元朗搞事 當然這件事 跟整個事件是吻合的 因為 市民 當時全香港都去旅遊行 有哪個人會談及要保衛家園呢 有哪個人會衝擊他們的家園呢 當然元朗西線站 在721發生了 有大量的白衣暴徒 對 市民是無差別攻擊 根據聯合國的定義 這個絕對是一個恐怖襲擊 因為對手無寸鐵的人 一大群手持武器的恐怖分子 衝上去見人就打 基本上就是一次恐襲 而且這群人跟家園 保衛家園都沒有辦法 沾上任何關係 因為他們 衝上去打的是一群坐車經過的市民 根本完全不是要進元朗 他們只是經過元朗 這件事 絕對是他們上面的命令 下面 就做過頭的 我們有中聯辦撐腰 中聯辦是甚麼人 香港政府的幕後大哥 香港政府管著下面的警察 絕對不敢向我們追究 所以那天 大部分的黑白衣人 連口罩都不戴 因為他們 有此無好 因為他們 手上 有了單書鐵券 大哥吹了雞 阿爺吹雞 叫我們去做 我們當然要去做 我們在做甚麼 我們在做黨的指示 黨指示我們打人 我們就是打人 這個跟 南韓的白骨團有一點相似 不過白骨團其實是一種附警 而香港的黑社會 剛才說的四大組織 其實主要是和姓和和14K 這兩個 可以說是香港政府 這個 合作夥伴 戰略合作夥伴 他們很多時候是輔助警察 執行一些警察 不方便做的事 例如 偶打示威者 721 很明顯就是這件事的表表者 不過 據這位 報料人士 應該也是 江湖中人 他們就說 他們 事後看回他們 搞得那麼大一件事 因為 當晚 事前吹雞 所有的社團都有份開會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要做甚麼 就是打示威者 當然打示威者之前要製造一些事端 有人來這裡搞事 我們是自衛的 所以要反擊 這個跟六四當時的情況一模一樣 六四的時候 解放軍進了城之後 其實跟市民相安無時 解放軍還在軍車上 學生或是市民遊行的 大家河水不犯井水 但是 當他開槍之前 傳出有三個解放軍被人襲擊 其中一個軍車被人用 燃燒彈 或是汽油彈 燒了 據說燒死了三個解放軍 這件事 令到解放軍內部覺得不行了 我們要搞事 這班是暴徒 我們要殺他們 而且 據說當晚震撼的解放軍好像吃了藥一樣 好像 上了頭 見人就殺 開槍不斷掃射 而且一直開槍一直狂笑 中共的做事的手法 其實那麼多年來 完全沒有分別 完全沒有改變過 他們首先就要製造一些事端 就認為 這班示威者是來搞事 是來 元朗 接著就煽動一些村民 給錢黑社會 接著 參加示威的當然還是元朗的村民 當然有些女人 包括 現在出來 說要幫這個白衣人翻館的珍惜群組 那個叫做李碧兒 當日 也被人拍到他是有份參與那個白衣人的遊行 遊行完之後 就說有人來元朗搞事 他們要保衛家園 然後就衝上西鐵站打人 然後就在元朗周圍追著人打 現在 很明顯這件事就是中聯辦 吹雞 叫黑社會出來做事 事後 搞得太嚴重了 好像收不到課 社會輿論也很大 他們也是受到這個黨內的壓力 叫你做事 搞得太嚴重了 當然 上面其實就知道了甚麼事 這些人 出來祭旗 黑社會 就是condom 要用的時候 像是尿虎 拿你出來用 不用的時候 還聽到一筆鹽你臭 黑社會 從來都是爺虎 尿虎 你看看 上海皇帝 我也很推崇這部電影 每一個黑社會 其實都是一個政權 要幫你做dirty job的時候 你就有用 當你做完的時候 你就會拋在一邊 甚至乎 交淫 而鄧懷森 以及這次被捕這幾個 被判入這幾個 很明顯就是棄卒 他們事後 坐完牢出來 會不會得到這個大灣區的好處呢 事後有的給回他們呢 我覺得應該沒有了 如果有的 他們 家人不會出來請願 很明顯就是 當日叫他們做事的人 走了 沒再理會他們 所以他們覺得 很委屈 這一節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其實還沒完的 因為 四十幾分鐘的內容 我們只能夠 逐步跟大家說 因為 整個訪問 看到樣子 看到 其實他們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不過 我們香港部分的特約記者 比較 Junior 比較沒有 熟悉這個運作 我們為了保護證人 我們沒有可能 對他出來的 所以就由我聲音演繹出來 當然 當中加入了自己的部分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